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 是来自黑龙江舞常的一位金牌大厨 掌声有请 我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武昌龙人山乡老洞村叶鸦团二队 我是许宏伟 今年27岁 家族声援有四人 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先居住哈尔滨市湘王区 还有我们这位大厨介绍的资料很详细 你要主任 爱情宣言有吗 我的爱情宣言是 左手菜刀右手勺 三是郭台直为你掌勺 好 今天这些装扮出场超帅 帽子哪儿去了 送给15号吧 哎呀 就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吗 你给我这个帽子 没有送你这算一个礼物吧 这年头灭灯还有礼物了 这16个就我有 那闹了半天就灭灯 这个好处大大的 我感觉不太适合那种 就是说和我那个做情侣吧 你咋这么紧张呢 是你不是玩菜刀的吗 你看着温达好像秃秃的 有点紧张 是我看嘴哆嗦 错词还错不出来 我已经烦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 16个姑娘 选一下一中人 对谁的感觉最好 好 大厨啊 来看一下第一个东西了解一下 在北纬44度04分 是水稻生长的黄金纬度 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 优质的水源 充足的光照 在这里长成的大米 米粒均匀 色泽光亮 芳香爽口 大家好 我是许洪伟 这最好吃的大米是产自我们黑龙江省武昌市龙山乡 我是种植武昌大米的第三代传人 我们这些水田可比你们的汉田值钱多了 我们家有将近两赏水田 相当你们的汉田五六赏吧 现在正是插羊苗的季节 过了这八月节啊 这大米就发好了 你看这是我们香喷喷的武昌大米肉头的 看着有食欲吧 这是配上我们的本萌菜 那就更好吃了 等会儿导演 我去给你炒点菜去啊 我现在在哈尔滨承包了一个会所的后桌 基本上我们这儿的龙江菜都是我做的 这次的菜就是我们龙江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本邦菜 他们是冰城赛熊掌 龙凤黄金丸子 本邦红门肉 北大黄丰收排骨 我就是靠这四道龙江菜拿到了全国厨房争霸菜的特金奖 我炒菜的时候他们跟我叫许大师 平时私底的时候他们跟我叫二傻子 因为我总是笑嘻嘻的 我在哈尔滨买了自己的房子 第二四加一楼在花园能有140多平方 结婚以后我打算自己开个饭店 今天我特意从黑龙江跑到吉林长城来找个媳妇 我不怕咱俩离得远 辽宁的或南方的都可以 你们想当我这个黑龙江的小伙子吗 来 第三号 雷子 我想问一下你炒菜那么好 你切 切功咋样啊 试东西就 试菜就能切 咱俩比比 没问题 不是绿子 她可是金牌大厨 对啊 全国冠军 我平时也总切 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卖衣服的 但是我在家做饭呢 我也会做 我是我最喜欢做的那个菜 就是排骨炖豆角 只要是有肉的我都喜欢 而且我菜切的也非常好 像金凤这样体格 只适合做排骨炖豆角 像我这样的呢 我会做各种各样的甜点 什么牛炸糖啊 布丁啊 然后还有双皮奶啊 QQ糖啊 巧克力啊 冰激凌 我全会做 非常符合我 我还会打下手 做吧 鱼